Hello,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买买买少女和抠门大叔的故事。 女主佳音是一个热爱购物的妹子,而我们的男主阿伟是一个超级会省钱的龙套演员。 编剧为了安排两人见面,就让佳音以不能接受富豪男友由家事主动分手了。 然后,为了偿还债务的她,只好便买包包,甚至出租房屋,而阿伟正好赶上失业和无家可归。 于是立马来租房子了,为了满足租房条件,她还找来了前女友假扮夫妻,只可惜还没有住热乎就被赶走了。 理由是佳音的房贷未还,豪宅被银行拿去抵债了,就这样两人因各种经济纠纷在一起了。 为了有地方睡觉,两人居然混进百货公司过夜,可两人的工作并不顺利。 于是,佳音就想着找以前的豪门姐妹帮忙忙,没想到被哄骗签了一份求赛合约,很快两人睡商场的行为就被发现了。 痛定思痛的佳音决定学老奶奶卖茶叶蛋,可是台价的买卖人家不愿意做呀,于是阿伟就出手,给茶叶蛋画上了龙猫。 就这样,茶叶蛋被遗兽而空,随后的两人决定大干一笔,开始做外卖。 扣门的阿伟为此还自掏腰包拿出钱来,很快两人的事业就步上了正轨,夜晚也会谈谈心事,久了也就谈出了感情。 这个时候,佳音之前签约的糊涂球赛合约就出事了,原来豪门姐妹团只是想利用她的名义赚钱。 这回,佳音为了履行慈善的诺言,就和阿伟一起在球赛当天搞了破坏。 最终,姐妹团不得不捐了所有的收入,正当剧情要走向欢乐大结局的时候,佳音的前男友回来了。 不仅如此,她还加入了沙特国籍,可佳音已经爱上了阿伟了。 于是,她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复合的要求,可这个借骨眼上,两人的外卖又出现了问题,因为荷兰豆没有炒熟,导致许多消费者中毒进了医院。 消费者坦言要他们赔偿200万,为了帮助阿伟,佳音决定跟前男友回沙特去,被伤透了心的阿伟又回到了剧团上班。 影片最后,当然是关了大结局了,因为佳音根本没有去沙特,爱情要学会相互包容,也要相互理解。 最后祝您吃火锅不长道,我们下期再见。